各位海面外的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一地产学校 人数未化现场直播的教学 我们的课程 除了考试到之外 主要包含 千万经纪人培训的课程 有各大公司的老板 broker 开拓公司 不用包划 OK 那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我们今天就开始介绍第一章 在开始介绍第一章之前 我们先大概讲一下 关于考执照 你大概要知道的事情 一般来说 所有的执照 大部分都是18岁以上 你就有资格 然后 加州 加州跟内华达有一点点不一样 加州是直接属于州政府 在命题 在出题 还有考试 那内华达是外包给 另外一家公司 以前是给PSI 今年1月1号开始 是有转包给另外一家 叫Pearson 但是大同小异 主要的差别来说 不管你是考加州的sales或broker 加州的政府要你先上课 上完课需要给你证书之后 sales是三张证书 broker是八张证书 你把应用程序 一起寄到Sacramento 它核准了之后 你才可以登录 BRE的网站 它核准之后就很方便 而且那个账号以后 就等于你的社交平台一样 你做房地产的社交平台一样 那个账号一直跟着你 你就随时登录 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考试 你就任何时间 只要它有空位 你就可以填 就去考试 然后费用的部分 加州政府sales是收60块 broker是收95块 比内花达便宜 内花达sales也要100块 然后考试的次数 如果你考房地产 贷款的话很麻烦 你一次没有考过 你要等一个月 三次没有考过之后 第四次你要等半年才能再考 那房地产还不错 虽然你浪费60块 但是它没有限制你次数 几乎第二天就可以再上去 再选时间再去考 所以这个是还不错的 也就是万一 你有一次没有考过 不要灰心 包括很多朋友 或很多考上执照的 包括我们网站上 跟大家分享的那位美女Yuki 我记得她说很清楚 因为她长得实在是不错 她到哪里 之前跟我去参加抗议 纽约警察被露线 她走在路上 却有一大堆帅哥 要跟着她一起走 当然她去考场那一定也是 那一群人 这是她说的 那一群人考完之后 跟她说 没考过 就是她考过 所以没有考过 你也不要太灰心 我说的那一群人 是指说 在这边长大的 不管是Caucation 还不是Caucation 那包括像 Janny的儿子 他以前去考 他们的同事白顿人 同一个公司 他一直考过 白顿人没有考过 OK 所以我的意思 没有考过 你也不要太气得 加州的考试 大概每一周 不宜那边登记的报考的人 大概1200到1500个人 OK 所以这1000多个人里面 我大概估计 至少一半以上 甚至 可能更高 我觉得更高 都是继续重考 所以 有很多做我们的生意的 以前我也买过 考试的资料 也是open to public 房地产的资料 对Bree 来说 也是open to public 你可以去登记 你可以花一点钱 他会把资料 反过来说 你去报考 会有很多broker公司 或很多 学校 或网路上 那种 包括那个 我们说的 魔考测验 那个他还要50块钱 他也会寄 那个 postcard 问你 要不要参加 不是我派你们 出卖 OK 这个是public record Bree 是公开的 所以 大概 大概 还有一个时间 照政府的规定 Sales 假设你今天报名 大概要八周 八周之后 监你申请证书之后 你寄到 Sacramento Bree 然后Bree那边 目前来说 还是需要大概四周 多到六周 大部分是偏六周 你才会收到Bree 给你的信 但是 如果你比较 如果你现在已经上了第二次课的 你比较急着要考 如果你记去了 超过差不多四周 你还没有收到的话 你也可以打电话去 我们这边有那个资料 我们都会寄给你 你电话打去要按 Digi Digi 他会 如果说他那边已经processed 已经通过了 他会直接跟你讲 你就直接拿那个账号 就直接登录 你就可以去选 那个考试日期 就不用再多等两周左右 等他的信来 OK 这大概是考试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fingerprint 现在叫live scan 现在都是像影印器一样 你的手在那个玻璃上 让他这样扫免一下 light scan 大约也要三个月左右 除非你是在美国出生的 在美国出生可能稍微快点一个多月 两个月 像我们都在国外出生 大概要至少三个月左右 那据说国内的也许还要再更久一点 国内毕竟 这个国家太大了 OK 那个是时间 所以你自己抓 如果你很急着要license 你就先去做live scan live scan大概就五十几块 你在申请证书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把资料发给你 上面有breed的网站在哪里 他有列出来哪 几家是比较快跟breed有连线合格的 那价钱他们也不会乱要 那最后 如果你考上了之后 还没完 你还要申请执照 申请执照大概也要五周左右吧 四周五周 但申请执照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申请执照其实也还算蛮简单 最重要是你要找到一个 你觉得合适你的broker 那他收的佣金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 或他提供给你的support 你觉得比较好 那就OK了 OK 主要考试什么 这部分大概就这样子 只有 内华达稍微一点点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也常常建议 同学 你如果考上加州的执照 你不妨不要拖太久 最多超过一年 他就没有给你这个优惠了 你如果要继续考内华达 你就可以省掉考那150题 但是他只给你在那一年的时间之内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需要两周 因为内华达跟加州太密切了 或者说内华达是靠着加州 依靠加州 所以如果你有客户买加州的房地产 他就很有可能也投资到内华达 所以有两张执照也 Not bad 那记住 你要在一年之内去的话 就有这个优惠 那内华达唯一一点点不一样 他比较 他是外包给外面公司 公司就是以营业为目的 就是你任何时间 你还可以walk in 进去 参加考试 他不需要像加州 所以我们要先确定 你上完课没有资格复不复合 他不管 你只要有两张卡 一张ID 一张信用卡 他就随时都欢迎你去 只是walk in 要多45块 而且我们加州 你还不用去内华达考 如果有需要的 在我们LA就有地方 也可以参加考试 OK 这是整个 基本上我们加州内华达 你如果要考试 要license 大概的需要 的规定 OK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 今天 我们的课 虽然主要当然是要考执照 但是我们定位 是一个千万经纪人的培训 为什么 因为根据政府 Bree的资料 整个加州大概有45万的 考过执照的人 但是 90%以上的人 考了都是白考 就白忙一场 之后他也不知道 从何做起 或者是在拖一段时间 哎呀我要缴那个费用 不了了 算了不缴 90%的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针对这一部分 我们当然希望加强 给大家做一些 OK 然后 首先 我就让大家看一下 有一位 Corebanker的 Salesperson 给大家一个idea 要怎么样做一个 Salesperso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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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做agent 常常会觉得说 客户常常会 就像买东西一样 会杀你的价钱 跟你要 所谓的反一点 反两点之类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当你把你的专业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的客户就 就比较 不会跟你开口 就算开口 他也不敢私自大开口 这个 除了你的穿着 就是 Rimax的Kelman 也常常提醒大家 他常常用的语言就是 你就 女孩子 就像你要去结婚那天 穿的 就对了 把你最好的一面 要穿出来 OK 先给大家一个 当你能够展现出 这样子的 专业和服务的时候 我觉得 你的客户 比较不太可能跟你开口 那当然 下下策 就是 类似Kelman说的 客户 你陪我太太去买个菜 那当然就是 真的是下下策 好 OK 我们今天第一章 首先第一章我们开始之前 第一个 我们要把所谓的State 跟Access 大概分清楚一下 Access一般日常生活 大家比较常用 那些 大亨 常常说的 我的资产 我有 100亿 有1000亿 那个叫 Assets 就是 你所有的东西可以变现的 不管是现金 或者是公债 whatever 都是你有形无形的 资产 那State 就是Real Estate State 我们比较强调的 就是你房地产上面的资产 那房地产 我们强调的 主要 就是你扣掉你的负债 一般讲的负债就是贷款 那贷款讲的就是抵押贷款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的净资产 在扣掉你的Liability 这样子 我们一般就称为 这是我的净资产 OK 再下来 我们今天要进入 就是第一章 但第一章我们要讲的 就是Real Property 第一部分 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在这个房地产 Real Property Business 里面 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搞清楚 Real Property 大概是怎么样分的 在美国来说 当然不外乎 Residential Commercial Industrial Agricultural Mixed Use 跟Special Purpose 这是Generum来说 以大象来分 OK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就是它的 有一个代号 一般Redential 就是 比较常用到的都是R1 那Commercial 就是C1 Industrial W1 然后还有RA MU 一般1 大部分就是说 你一个Lot 只能盖一个Single Family的房子 就是属于R1 但是 但是 整个 整个 也不是只有局限于这样子而已 整个也不是只有局限于这样子而已 好比说 Redential里面 它还有R1 R4 R8 R16 后面数字越大的,简单的说,就是高密度的住宅 MOST LIKELY,比如说Apartment 那种 OK 然后还有就是 RU,就是Urban Residential 的简称 比较郊区的,或 RR, Rural 一般来说,是 up to 4 units 的单位 Commercial 来说,虽然最常碰到的是 我们比较常接触到的是 C1 但是去年也曾经考过 C1, C2, C3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做多大型 或多 crazy 的商业或工业 C1的话,也有简称为 Numberhood Commercial 就是你一般日常生活 去小店, retail,买个 ice cream, 银行等等之类的 C2就更多一点 也是跟一般生活有相关的 例如 Motel 、保龄球馆 这一方面的 我们去年考到的 C3 就是所谓的 Unlimited Commercial 这里面就包括比较多 很大型的那种商业工业 或者甚至像 我们最近发生很多抢案、枪击事件 或者我们脑中回击 把抢犯给打死之类的 有那种射击厂、高尔夫酋长、酒吧 或者甚至比较工业的 Machine Shop 这些都会归类在 C3 Unlimited Commercial 里面 农业的一般都非常少考到 但是去年也考过 很少有的类似这样的题目 他说加州的 Agricultural 的面积 占整个加州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记得应该是 43%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介绍一下 所谓的 MUD, Mixed Used Development 跟 PUD, Plain Used Development Mixed Used 比较简单了解 就是有商业、有住宅的混合在一起 好比举例说,像 如果你没有去 Las Vegas Villet Tower 两个彩色的鞋塔 里面你也可以租 也可以做办公室 这种 PUD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等一下我们后面再讲 简单的说 PUD 就是跟政府规划 有关的开发 跟产权 又有一点点复杂性 它介于一般的房地产的产权 跟 LONG Condo 的产权 再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关于 Supply 跟 Demand 供应跟需求 当然也很重要 这两个下面 这两个特性 是 Governed Real Estate 在主宰着房地产的市场 第一个叫 Unigness 第二个叫 Immobility Unigness 就是 独义的 就像 Chanel 的皮包 它是限量榜 只有这么一块 我们土地也是一样 任何一块土地 你没有办法再找到 在相同的地点 Immobility 其实也很简单 土地当然是无法搬动的 无法变迁 cannot be relocated 也就是说 当你在缺货的时候 像我们 Arcadia 目前来说 也就是缺少房源的时候 该卖的都卖了 然后附近也没有新的土地可以盖 所以目前是这个状况 不像别的商业产品 你可以从别的州 别的仓库调货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 其实 Unigness 当然也就叫做 英文有一个字 有一些教材上面偶尔会出现 叫 Non Homogeneity 或 Non Homogeneous Non就是否定 Homo就是相同性 跟人家不相同 就是唯一独一性 叫 Non Homogeneous 没有什么太特别 然后我们这一章讲 供应跟需求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一些 供应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pply 影响你供应的 房子 第一个 你要有 labor force 你要有人去盖 第二个 你要有 construction cost 要 material 你要有资金 第三个 当然在供应里面 应该是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 大概每一个国家都差不多 只是政府干涉的程度的大跟小而已 Government Control 跟 Financial Policy 政府的操纵或管制 跟财经的政策 美国当然就是联邦政府 财经政策主要指的 当然就是联准会 简称为FED 联准会很重要 最起码他掌控印钞票的权利 这一部分 对供应来说 当然就是政府 跟财经政策影响最大 跟需求 需求当然很重要 跟所有的商品应该也差不多 你要有人口 要有买气 然后 Demographics 一般的时候 大家不太会用到这个字 目前考试也很少 但是这个字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第一个 你刚开始做房地产的时候 也许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刚开始做房地产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选择很高价位的商品 在做买卖 但是你做久了之后 你总不希望永远在卖 三十万四十万的condo 因为扣掉费用 你赚得很有限 同样你卖一个房子 你要做的事情几乎差不多 所以你就会考虑 我为什么不卖 卖一个邪字楼 一百万两百万五万的豪宅 或者是 你会考虑 我为什么不卖一个协字arma 辦公楼 三千万的 这个时候 這個Demographic就很重要 我以前有接觸過有一家公司 他們賣寫字樓 我覺得他們做的就很完整 但是LA這邊大部分的 我覺得做的不是那麼好 長話短說 Demographic就是你要做出一些數據 一些報表一些分析給你的客戶 你要賣Arcadia這一棟 好比說我們現在上課這一棟寫字樓 人家為什麼要買這裡 為什麼我不去買Valley上面的 為什麼我不去買Rose Me上面的 那邊又便宜 Rose Me肯定更便宜 Valley大到不一定,看什麼地方 你要把這些數據做出來 你要告訴他這邊的人口 這邊上班族的收入 做老闆的比率 他住在Arcadia 他不會一般來說 他不願意跑到那麼遠去開個公司 所以上陣來的 包括回信前兩天有人發整個美國 你的收入跟可用的支出的比較 我只是大概翻一下 我記得很清楚 San Francisco是一萬二 我們LA是六千 我們LA只有San Francisco的一半 Anyway 講這個字就是這個意思 你要不這樣子把它做出來 告訴別人 你這樣子你才有專業 你有專業 人家就會給你更高的Commission 最後一個 Employment跟Wage Label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收入高 他當然就一定會買房子 這個也很簡單 以前也有考過 或者是忘了是考過 還是後面我們的題目 如果一個City 假設我們說Arcadia 其實這裡已經夠貴了 假設 你說蘋果公司 現在要來Arcadia 把大樓蓋在Arcadia 那你想想看 Arcadia一定再翻一倍了 就這樣子 因為絕對有很多高收入的 不管是工程師、老闆 還有相關的產業的老闆 都會來這裡 當然 OK 再下來 第二頁 第二頁這個很簡單 但是跟我們很息息相關 第一個你一定要知道 有在美國 美洲 其實包括北美洲 有一個叫Real Estate License的法律 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 全部美國50州 This is Columbia 還有加拿大 也有這個法律 This Columbia 就是白宮那邊 華富特區 這個法律主要是什麼 就是 你只要是 要做房地產 你就必須要考執照 就是 to be licensed 這個法律要求你 一定要考執照 也就是反過來說 就是你有了執照 你才可以做房地產的 transaction 買賣 可以做transaction 就告訴你說 你可以收commission 可以賺 不管是佣金的形式 或employment的形式 這是一個大的 在上面的一個大的架構法律 然後 再下來 這個MLS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叫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跟另外這個 不管是叫 California 或叫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有些人稱為 Real Estate Board 就是這個組織 National 就簡稱為NAR 這三個字的簡稱 那MLS 是這個組織 你參加了這個組織之後 它提供的一個房源 查詢房源的一個軟體 在網路上 當然它不只只有提供這個 它還提供 就是我們講的SUPERKEY Lavbox SUPERKEY 開房子門的鎖 所以也就是MLS上面 幾乎到目前為止來說 就是主流 房地產主流裡面 你要買賣 你要賣房子 就叫做Listing 絕大部分都還在這個組織 這個網站上面 也絕大部分的房地產的經紀人 那BROKEY都會參加這個組織 雖然不是法律規定 但是因為它已經成為這麼大的氣候 你不參加 當然也可以 你找那個 可以不掛在這個 Real Estate Board的BROKEY公司 當然可以 但是 你就查不到房源的資料 你也拿不到幾乎絕大部分 至少90%到95%以上的這些Listing 你也沒有辦法去開門 去帶客戶去看房子 所以為什麼絕大部分的人都會參加 你考上了執照之後 參加這個組織 就等於雙重的保障 經過MLS MLS上面會告訴你說 你帶客戶來買 好比說買我買Code Listing的房子 在上面我會打說 我要給買Founder Agent 比如說3%或2%的Commission 那你就不需要擔心 OK 不需要擔心說 萬一我賣了房子 我拿不到 那如果你沒有考執照 或沒有參加這樣的組織 當然你就 人家不給你 你可能也就無可奈何 因為你自己就等於是違法 雖然當初他答應 他要跟你合作 他要給你 當初他賴了 你也 是吧 你也只有啞巴此況年 OK Marketing Organization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organization 我們加州就有叫做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然後 講到 第一個 講到法律 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從頭來探究 這個所有的法律 就是當初美國憲法裡面所謂的 第十修正案 這個我們後面第十章 後面也會再提到 現在我只是先給你一個概念 因為憲法 當初給美國各州政府 他可以獨立自治 跟自訂他們自己管理的法律 OK 這個 就是這裡所謂的 under police power OK 那我們加州的licensed法律 從何而來 當然也under 憲法第十章 州政府可以自訂 包括要求你考執照 除了跟我們相關的 就是 有幾個你要記下來 考執照的要求 還有 之後 你的房地產的保障 也是州的法律 在保障 除此之外 所謂的produced power 州政府 憲法賦予給他 他來管理秩序 order 社會安全 safety health moral 道德 welfare 社會福利 for public 當然是 for public 政府是為廣大的工農兵 人民服務 也就是 perlaced power OK 那是由 由第十縣章來 州政府才能自訂法律 跟我們房地產有關的 上面現在打的是 整個州 整個國家的 跟我們房地產有關的 就是要求你要考執照 你才能做生意 拿commission 然後第二個 跟我們房地產有關的 就是 我們第三章講 產權的時候 政府並沒有發給你產權證 是由州法來保障你的產權 後面我們也會講到很多 跟法律有關的 比如說政府的徵收權 徵收你的土地 憑什麼徵收 那都是由法院來的 由州政府立的州法 那州政府憑什麼立法 如果考試的話 他是憲法賦予給他的 under 這個叫 perlaced power OK 然後 關於這個real state board 不管是NAR 或California Real State board 或者是這個字 叫 realtor 或NAR 大家都要小心 平常你不可以隨便使用 除非 第一個 你要考上執照之後 你才有資格去參加他這個組織 然後你要上他那裡 大概 應該上兩天課吧 上完課之後 他才會發給你一個證書 之後 你才可以合法的參加這個MLS 去申請superkey 然後你才可以登廣告說 我是real talk OK 因為這個字 已經被這個組織註冊 OK 再下來 這個我們大概已經講了 就是 我們可以預測一下 有可能 如果以後考考你 perlaced power 是怎麼來的 當然就是憲法 10th amendment 第十修正案 第十修正案 第十 這一些 如果你們上課來不及做筆記的話 其實也沒關係 我們現在Evan 他也很認真 很快 他應該在兩三天之內 只要新上的課 我們就會把它做成完整的video 你們就可以常常上去複習了 你們就可以常常上去複習了 包括徵收權 徵收權裡面 也有補償的問題 補償金就叫Tekin 這個後面我們也會再講到 Tekin 是第五憲章裡面 憲法第五憲章裡面 Fifth Amendment裡面 強調的 政府要給予合理的補償金 叫Tekin 民主的國際